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逢星期一 跟你說電影 我是Andy 上個星期真的很忙 完全找不到時間看電影 今個星期忙女都偷閒 因為覺得實在是忍不住有些很正的恐怖片 要帶給大家看 這台其實是說電影的 說著說著就變成大部分都是恐怖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刺激的話 就可以看看我介紹的電影 今個星期就先說一下香港的問題 香港好像真的病得很嚴重 一兩個星期內我聽到很多不同的慘案 有個瘋子可以街斬人 其實這壹事都蠻瘋的 反映香港是否精神病沒有出路呢 其實我之前也不是那麼瘋 也會 不知道他的精神病後 他去到甚麼那一步 又可以在街上拿刀 插人幾十多 好像之前也不會那麼瘋 因為他這個人最瘋的是甚麼呢 是隨便跟你沒有任何仇怨 可能見到你便會把你插去 之前就好像說是情勢,有個原因在這裏,那些人不太害怕 因為不關自己的事,就算怎樣死 現在說沒有原因的,突然間就是不知做什麼就是拿一把刀來殺你 其實我香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其實這件事很害怕 這件事很害怕,那為什麼會害怕被人殺? 可能這些事會令你觸發到其他事情,會覺得自己很不安全 例如坐巴士或公眾場合,你都會有一點點馬左馬右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很安全的,以前就說賺錢 不關錢的瓜葛,其實不會影響到生命的 現在就不用了,不好意思就免費殺了你 這樣就比較恐怖了一點點 那之後這件事,大家未平息之後就 又有一宗就聽聞就是媽媽報警 又或者老公就殺了子女 上去其實就原來媽媽殺了 那又是提提精神病,我不知道是 精神病是不是已經是等於我們前一陣子不誠實使用電腦一樣 即是找一條罪進去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呢? 還是那個人是怎樣? 其實你... 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才可以... 會導致你殺人? 還是... 是不是所有的殺人... 所有的殺人犯都是有精神病呢? 還是那個人殺人其實是... 是他沒有精神病就是想殺了你 是怎樣的呢? 究竟是... 即是官方去安一個精神病去給他 讓大家覺得這個人瘋癲的 那就... 不是那麼多人瘋癲的嘛 香港是不是? 每個人都很正常的嘛 是不是? 那... 都是瘋癲才殺人而已 那你... 那你... 就是有個解釋在這裡 就會... 就是讓大家覺得... 哦... 精神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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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邊別人都... 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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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殺了人之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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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稱為了精神病 那是怎樣呢? 是不是殺了人就有精神病? 沒殺人之前是沒有病的 殺了人之後你就有精神病了 是不是這樣判斷呢? 我不知道他那個先後因稿是怎樣 我覺得是 我不懂得說 我可能因為某些事 都會激發起我 我變了有精神病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香港其實壓力會很大 嗯 現在香港呢 我感覺到 大家在守緊了 甚至香港 派錢也好 有程度是真的 在期待派錢 不要多說 那兩差什麼時候醒過來 靈靈靈靈 說起來有點節奏 真的 我們香港人要 要求你那兩千元 吃屎吧 不是 真的現在吃屎 沒有兩千元 不要啊 真的對不起 拜託 這個態度已經是 調轉了 沒辦法 香港就 始終有輕衰 我們衰極呢 其實都在世界 頭二十位之內 都不會太差 國家不會太多 我們一個區制 就 有這樣的經濟 其實就是一個奇蹟 大家就 繼續吧 大家一直期待著香港人數 就是 活躍的人數 其實就是 這樣的經濟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所謂 唉 不說這些了 先說回電影 這個禮拜 由於上個禮拜 我講了 雨車站 是一些都市傳說 都是一些很吸引的鬼故 挺好看的 我們今次就講 韓國 韓國呢 千萬不要笑韓國 拍那些鬼片 真是很厲害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上一次就是 看韓國最恐怖的 就是 昆池岩 這套電影 其實我沒有在這裡介紹過 昆池岩是一套很好看的 耳筆很重 都是一些靈探的東西 這次呢 這套也是靈探的東西 跟昆池岩有少少相近的東西 都是一班年輕人 開了一些靈探節目 幾個就 賺錢去靈探 其實現在呢 很多人就上癮了 即是主播 或者怎樣去做一些很危險的事情 去令到更加人追蹤他 或者可能課金 或者 這個年代有些不同了 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的腳踏實地已經不同了 所以 如果上一代的人 還想去用這件事 要怎樣去穩打穩摘 去捏著年輕人 其實真是浪費 年輕人 就 讓他自己闖一下 當然 當然會這樣 當然會這樣 當然會有撞板 即是 你幾億隻 有 你都不是每一隻 可以 成功 對不對 如果有幾億 幾億隻 始終會有 死 有一隻成功了 這樣 這部電影 就是講一群年輕人 去靈探 那 這個技術就是 他呢 為什麼會去這裡呢 因為他之前 有一個人去靈探 很大膽 那些年輕人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一個人去這個地方 那個是一個 類似精神病院 或者是福音 那些 廢了 那個地方 變了廢墟 聽聞那裡 很邪 很猛 一個人去那裡 做靈探 做節目 一直直播 一直 一直介紹 然後去到一間房 那間房 很恐怖 有些符 都會黏在那裡 那正常 大家看到 嘩 不進了 這間房 都黏在那裡 應該是 有些東西 那 你作為一個靈探 主播 你是 不進這間房 你是不會得到 觀眾的支持 那 其實 觀眾呢 就是想你 看一些越危險的東西 就越好 越多人看 那 如果你夠膽進去 其實你的收視 會上將 那 總之 你越危險 就越多人看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 他就選擇 這件事 我覺得 那些人 跳崖 或者在那裡 單腳站 其實那些都很危險 那 這個 靈探 其實有另一件事 危險 那 我 因為 你 就是 估計不到 會變成怎樣 對不對 你可能收視 升了 但你可能 影響你某些東西 但是 你說不到給別人知道 那些 你突然失蹤 其實沒有人會理你 那 那些人看過 別的台 其實 這件事 我覺得是 一定的程度危險 那他就 當然是進房 當然是 黏住的房 那 進去 就是 一個辦公室 那 這套戲 大家不用擔心 不會很黑 不會很黑 長期有些 有些 有些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挺喜歡這套戲 挺喜歡 恐怖程度 就 不是說 爆了 但是 我覺得 所有事情 都 我想他有的 他也有 待會我會慢慢說 我覺得 挺好看的 那 他就 拍一塊鏡 通常 我們 看 就是 周圍看的時候 是看不到有東西的 通常 要透過一些鏡 或者在鏡頭 拍出來 就會 看到一些 大家意會不到的東西 要這樣 他就在鏡頭 看到 有一個女人 就 站在他後面 但是 反過來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開始就 害怕了 就說 不用怕 沒有東西的 假的 我做夢 我理解 因為一個人是一個 很陌生的地方 又 很黑 那 你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你 真的會 放實實 本身 其實那個 那個 環境的氣氛 其實 所有的事情 你都會很厲害 因為 你只是一個主播 你不是 一些 道教的 師傅 又不是牧師 又不是什麼 你只是一個普通 進去探險的人 其實你會 帶著一種 害怕的心態 但是 沒辦法 因為 你如果有 幾千人在看你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 什麼叫做 事命 就是 有種推動 會令到你 某些事情 一定要做 你不做 那些人就會 走光 你沒有人 變成零 像我這樣 沒有人聽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沒有所謂 因為我不是很危險 說一下電影 不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那 他就 繼續拍照 那個女人 就 越來越近 之類 還在這裏 他就日裡 令到後面覺得 嘩 不行啊 大佬 會說很多 韓國的 粗俗語言 令到自己 壯膽 最後 這個 主播 總之 就 垂下了 之類 好了 那 說回來 這班 後生 仔 看到這段影片 就要決定去這個地方 因為 因為 那個地方出了事 對不對 那 你要 挑起一個話題 譬如 某人 假裝 這個兇手 想炒起自己 最後就被人 殺了 不說了 就是 自殺式 譬如 MIRROR紅 我就說MIRROR 大家就會聽我吹嘴 因為我就是貼他 那個 很紅的 這段影片 發生什麼意外 我就說了一些 大家就會覺得 有共鳴感 即是 那段影片出事 他們就去那裏 靈探 那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 會追查這件事 就靠你們了 他們就會多人看這件事 因為 其實 已經炒起了 之前就說 有個人在那裏出事 咦?你們又去嗎? 嘩 那我要看了 對 就是這樣令到 即是 知道那些 那些 那些 猛料 那我們就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 就 其實開始 就是 四個 年青人 就 出水 兩男兩女 就是 輕鬆鬆的 出水 沒事的 那些 就 看到那間房間 就 覺得 這件事可能是真的 真的 那 如果不是那些符 為什麼會還在那裡 那些符 很可愛 不像 我們 香港拍 道教那些符 那麼厲害 那些字 很可愛 有個樣子在笑笑笑笑笑笑 我覺得那套符 應該是一張紙來的 沒什麼用 沒什麼效力的 那 進去了 那 就 拍不到的東西 通常是開皮 沒什麼特別的 那 那些人是真的嗎 然後又在網上看 哎呀 那個人通知說是假的 那些人承認了 那怎麼辦 現在我們 那些年輕人在吵架 總之都是收視的問題 那 那 這套戲 總之呢 我不會說完 因為一定要留給大家看 那 下去的時候 當然 有一套紙 就關掉了 那他們走不了 走不了 那我覺得這套戲呢 最好看的就是 這裡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常常很期待那些人 因為你困在空間裡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不報警 有電話的 有些電話的 就是有些電話的 他們不報警啊 或者不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覺得 喂 大哥啊 你正常人 你遇到危險 你會報警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是會報警的嘛 就是不會自己解決的嘛 對不對 很合理啊 報警 這些正常套境 對不對 那 那這套戲呢 是有報警的 那些年輕人會有的 911 報警 就是警察有來的 那最後發生什麼事呢 喂 真的報了警 對不對 那就是搞大了這件事 因為 我常常覺得呢 一報了警 那套戲就好看的 鬼片一報警 因為呢 我覺得呢 如果那些警察來到 都遇到這種情況呢 那就是一件 呃 一件是 怎樣 我想知道他怎樣收貨 但是你 因為警察是很多的嘛 那你 你 鬼屋有一間 那些警察去到 那會怎樣呢 這樣 那我可以再爆了一點點 就是 那警察呢 最後是 被人吊死了 那是 很厲害啊 這件事 喂 大哥 怎樣啊 警察都搞不定啊 會不會啊 那 那 我再說了一點點 因為他們的警察來了的時候 被人鎖了門 那他們就說 喂 可以開門給我嗎 然後那警察就說 看到他們 即是拿光燈啊 有閃光燈啊 即是有些 自拍燈那些 那些 那警察就 第一時間想 你不是想著報警 可以 收視率會更多一點啊 那 那就真的會好看一點的 那大家 即是會 令到那些警察 喂 不要玩的啊 那些小孩 拍片 你拍片咯 你報警不是說玩的啊 然後呢 因為之前已經發生了 有些靈異事件 會覺得很奇怪 那他們就 罵那警察 就 喂 即是罵那警察 你快開門啊 我覺得 哇 那些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即是他剛剛 罵完 然後那警察就這樣說 那他連警察都罵了 那罵走那警察 那怎麼辦呢 才會靠他開門啊 那有個比較聰明一點 就跟警察說 欸 欸 麻煩開門啊 欸 那我警察就 跟他說 喂 真的開啊 啊 如果真的開呢 我要告你們的 啊 要告你們 說你們 即是 即是 擅自闖進去的私人物業啊 或者 不知怎樣的那些 總之就 有些說罪名不輕的 然後呢 那警察就說 麻煩開啦 那警察就去拿個鉗 拿個鉗 剪開鐵鏈的時候 就 即是 有些靈異的事件 出來了 那我趕到這裏 就 停了 那這套戲呢 其實一直發展 這套戲呢 挺好的 他慢慢滲滲一些 一些恐怖的東西出來 嗯 我覺得呢 如果比較 我覺得 鑽瓷岩 是恐怖一點 恐怖一點的 這一套呢 是比較 沒有那麼恐怖的 那 裡面呢 都是 女鬼來的 那 鑽瓷岩 即是他們有 相同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 精神病院來的 不過這套戲呢 他說的東西 就是 就是一個院長 嗯 困住了那些小孩 是的 就是買器官的 表面上呢 他是一間 和海可親的 一間 佛陰教會 但是呢 裡面的院長呢 其實就是 即是 是一個大魔頭 你會抓了那些小孩 回來 然後困住了 然後就 就是 等那些人有買家的時候 就會 即是隨便 就 拿去那些器官去買 那 很多人呢 就在那 就是 就是 阿黃死 最後呢 就 不知道為什麼 吊頸死 這個院長就是 專門抓人 吊頸 那 我不知道有沒有 理解錯了 因為呢 這套戲呢 希望大家上去找 來看的時候 就 找個好笑 因為我看的那個 中文字幕其實 是欠奉的 就是 血液得不太好 所以有些事情 我不太理解 不過我猜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這套戲呢 就 不 OK的 這些字幕 也不太好 因為其實它是 那些氣氛 恐怖的事情 都在那裡 不過呢 我略嫌 他們 可能年輕人 太過衝動 很多事情都 一有 聽到聲音 就跑上去 一有些 不知道什麼 就跑了 很害怕 不過我 都可以理解 因為 始終 小孩子 看到一些事情 是會很害怕的 我大人都會害怕 大人都會害怕 但是大人害怕得來 就會 想方法 想方法 或者可能 和解 或者可以有一個談 不要嚇殺了我 大佬 可以不可以 不好意思 我 唉 我衰了 進來 可以不可以 在門口等到天亮 可以不可以 就是 欠缺了一個 很冷靜的 解決辦法 可能去到那個位置 就 沒有那麼冷靜 始終 這麼多事情 令到你 很容易令到你瘋了 這部戲 我唯一覺得 挺好的地方 就是 小孩子 沒有被人上身 其實上了身 其實沒得玩 上了身 控制所有的事情 就沒得玩 那他就沒有 那純粹就是嚇到這班人 嚇到尾 嚇到尾 就 對了 那林美哥 最後呢 嗯 嗯 OK 我自己覺得OK OK 我接受的 這個ending 那就 對了 那 到戲 我講到這裏 其實 如果說出來 就穿了 就 可能 現在我講電影 我就不想 完全 很細緻地說 希望大家自己去看 我就介紹這套 嗯 主播 我們祖國 很棒 主播 2023年 我自己就 就是 韓國 韓國 應該不是 我自己看這部戲 應該不是什麼大片 應該是一些比較 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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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特技 沒什麼特技 對 我覺得是 OK的 那 我不知道是否片場 還是真實地方 所以 在一個地方 就拍攝了 所有事情 拍攝了 所有事情 嗯 這套戲 就 一個多小時 那 看到尾 呢 比如看到 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覺得 喂 差不多 應該 他也是比我心目中 做多十多分鐘 這樣就完了 那 那 換場 就 不會的 OK的 那 有些小孩 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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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好看的 這套戲 我今個禮拜 就推介 這套主播2023給大家 希望下個禮拜 可以繼續錄 沒有太忙 還有我希望可以拍到一些 其實 有些是拍了 就是 未整合 因為有些 有其他事情要先做 那 OK 希望可以 有些事情給大家看 畫面上的事情給大家看 那 大家 如果有時間去看這套戲 這套戲 嗯 很恐怖的 先說明 就 如果是晚上看 就 都可以的 OK的 好啦 那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